我和我女朋友是在大学期间所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 有一次她参加了学校的英语演讲比赛 当她站在台上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对她产生了好感 她不但能够说一嘴流利的英语话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人长得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说话的声音也非常的好听 因此在我们学校称为学霸 因为她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 老师们也非常的重视她 而且她在我们学校也是校花 因此有很多男生都会去追求她 而我却是最幸运的那一个人 我为了把我女朋友追到手 整整花了我大半年的时间 终于老天不负有心人 让我把她拥抱在怀 所以我非常珍惜和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因为我觉得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真的不容易 所以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定不会放开她的手 一定对她不离不弃 白手不相离 在大学期间 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一起去上课 放学之后 我就带着她出去吃好吃的 在大学里面 有很多的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们 并且他们觉得 我们两个人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因此也得到我父母的支持 在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 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孩子是真心相爱的 所以他们都没有反对 他们都说 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为我们两个人操办婚礼 让我们尽早成家 日后让他们赶快抱上孙子 这样他们也就没有遗憾了 所以在大学里 我都会对我女朋友非常的好 把她视为极出 甚至把她看作比我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渐渐的大学生涯即将结束 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到了共同的家乡 直到今年为止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 在这五年里 我们两个人有过不开心 也有过争吵 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和好如初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珍惜这一份来自不易的感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让我们两个人走到这么长久的原因 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到我们家里 我的父母他们不知道 于是就匆匆忙忙的收拾出一间房间 在我们吃完饭之后 我和我女朋友就回到了房间里准备睡觉 可就在这时 因为爱耐不住 毕竟忍受了这么多年 而且我们两个人也很快就要结婚了 所以我就情不自禁地把她扑倒在床 我原本以为她会全力地配合我 可是这只是我想象出来的 她当时看到我的这个举动时 就立马给了我一巴掌 并且对我吼道 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这么多年 看来是我错看了你 我当时听她这样说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的难过 我并不是那种胡聊玩弄女人的男人 我之所以会选择这样做 是因为我一定会对她付出责任的 可是她竟然把我想成了那种人 如果一个男人 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时 不做出身体的反应 那么只能说这个男人 她的性方面有严重的问题 都说男人本色 可是她却这样想我 在这五年里 我都没有选择对她动手 就是怕有这一天的到来 可是事到如今 她还是不愿意给我 她说要在我们结完婚之后 可是我真的等不了了 有的时候 我真的是忍受的不行 为何她这么不理解我 我虽然很爱她 但是我总不能因为这一件小事情 就和她闹分手 因为我觉得太不值了 毕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整整五年 在这五年里 处处都留下了 我们两个人的美好回忆 而且我也是一个 重情重义的男人 所以我就一直在忍 我相信终有一天 她一定会心甘情愿的 把自己交给我 我也在期待 那一天的到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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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